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说这间酒店有几低之前 我们当然要先介绍这间酒店 这间酒店在病山沙滩旁边 有超过20年的历史 我就是住在这间酒店的这一座建筑 这间酒店有几个建筑 这个就是建筑1 接着远一点是建筑2 还有建筑3 我就是住在建筑1 地下前面那间房 看到前面的草地 这间酒店有附属的建筑室 今天是平日 所以卖多日 这间酒店面池 这间酒店面池也有一条滑水梯 我昨天在这里滑过一次 也挺好玩的 在一间四星级酒店里面 其实设施也算差不多 前面就是另一座建筑 很多泰国本地人都选择这个建筑 在这里的建筑 它们就比较漂亮 和大一点 这间酒店其实是极大的 除了一些建筑之外 还有一些小屋 你就可以住在这个独立屋的小屋 这里住的其中一个好处 是有这个 Suttall哥尔夫球车 可以接送你 你可以要求 哥尔夫球车送你去你住的小屋 那就不用走 但是我没有选择 因为它好像detached 那样 就来酒店的中心范围 就比较远的 而且我猜应该 会多些蚊虫 如果你是带狗 有寵物的话 你就可以带狗来住 带狗来住 带狗来住 是没问题的 只要给多些些付加快就可以了 我又没有狗又没有猫 我就没有选择这个Villa 这就是Villa的入口位置 而且很多泰国人都有车 他们会开车来拍下 然后可能带狗 带狗来住这个Villa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有寵物的人士 前面这间就是其中一间Villa 当然会有冷气 以及升高了地台 Villa前面 通常有个地方给你坐下 摊头 有个花圆仔 如果你喜欢户外 其实这个也挺适合你的 酒店度假 当然不少早餐的环节 我们在这个套餐 是包含早餐和晚餐 现在我们先看看早餐 有什么吃 有沙律 很多沙律 很多沙律 生果 哦 这个是汤粉 还有粥 也挺好的 出海鸡 旁边有些煎蛋 有恩列 都很齊全 這個是炒米粉 同时 又热的东西 应该是炒肉碎 不過樣子好像很辣 然後這邊呢 有些早餐的脆脆 果汁啊 水啊 這個早餐呢 大致上是這樣 基本東西都有齊 還有些 不少麵包啊 多士 正正常常的 一個標準的酒店早餐 那講完早餐呢 就講晚餐了 那今次我在阿菇達訂這個package 是包含晚餐的 那這個晚餐呢 就有四道菜選擇的 那現在呢我就進去試一試 這個呢就是自選四道菜的晚餐了 我就選了這個 鮮蝦什麼什麼 木瓜沙律 豬肉 還有雞的 現在呢就開估一下價錢了 那住兩晚 吃兩天早餐 兩天馬餐 的價錢呢 就是三千八百豬 那就是大約港幣呢 就八百元多一點而已 那吃飽飽之後呢 都是出去散步的時候了 今天是星期一 是平日來的 所以這裏呢就沒有那麼多人了 那這裏呢就特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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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高小少少 那可以讓你呢 欣賞這個海轉呢 還有日落的 那不過呢呢 今天有雲 可以住了少少少啊 那日落就沒有那麼美 来到这么漂亮的变城的海滩 除了黄昏之外 我们当然要看一下早上的景色 这个变城的沙滩 其实主要都是泰国本地人 是极少外国游客 所以现在是平一 一至五的话 就非常优静 沙滩上面是没什么人的 还有影响那些椰树 油头排到最后 很长 我想有一公里最少 椰树林 在椰树的树景下面走 都蛮舒服的 我想这里的温度 现在比香港更多 应该只有30度 但是因为有海风吹起来 其实都很舒服的 这里有很多泰国人 所以收费都很地道化 那这些沙滩 让你坐一整天 就只需要50元 标明价钱 不会割游客 这个沙滩真的很严格 不允许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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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跟巴提亚 是极其不同的 这里没有游客 没有西方游客 很少鬼佬 也没有这个 危红光馆娱乐事业 那么一个人来 男士都没有人要理 绝对不用怕 还有男士的老婆 都绝对不用怕 完全没问题 下集我会带大家去日本市场 试这个山汤八爪鱼 记住订阅和给个like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